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在今天的小故事大启发 我想和你分享两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想也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的思考 在日本的北海道出产一种味道很鲜美的鳞鱼 很多渔民都靠捕鳞鱼讨生活 可是捕鳞鱼常常遇到一个困难 就是鳞鱼的生命非常脆弱 只要一离开深海区不到半天就全部死亡 可是很奇怪的,有一位老渔夫 他天天出海捕鳞鱼 他的鳞鱼都是活蹦乱跳的 而几家捕鳞鱼的渔户呢 无论怎么样处理刚捕到的鳞鱼 回港后都全部死光了 究竟是为什么? 很多人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老渔夫在临终前 他把秘诀传授给儿子 原来老渔夫使捕到的鳞鱼不死的秘诀 就是在捕到的鳞鱼群当中 放进几条杂鱼 这种杂鱼又叫做狗鱼 小狗的狗,狗鱼 鳞鱼跟这种狗鱼不是同类 还是对头 几条顺利单薄的狗鱼 遇到了好多只的鳞鱼 哇,就吓得在鳞鱼堆里面四处乱窜 把原本死气沉沉的鳞鱼呢 全给惊扰了 所以每次老渔夫捕的鳞鱼 回到港口后 还是一样的活蹦乱跳 我也想到呢 在一本加州的动物杂志里面 也有介绍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在秘鲁的国家级森林公园 生活着一只 住着一只年轻的美洲虎 美洲虎是一种 濒临绝种的动物 非常珍贵 所以为了好好地保护 这只珍贵的老虎 这个公园呢 就为老虎啊 专门开辟了一块 将近20平方公里的森林 作为虎园 还精心设计和建盖了 豪华的老虎房 让老虎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 那不止如此呢 在虎园里面 还有人工饲养的牛 羊 鹿 兔子 让美洲虎可以尽情地享用 到过虎园参观的游客都会说 这么好的环境 真是老虎的天堂耶 奇怪的是 几乎没有人看到 美洲虎去捕捉那些 专门为他预备的那些活食 也没有看过他像森林之王一样 霸气十足地站在某个山顶上吼叫 人们看到的美洲虎呢 多半是整天待在装有空调的房子里 当宅虎 人家是宅男宅女哦 他是宅虎 他就常常待在房间里面打瞌睡 吃饱睡 睡饱又吃 整天懒洋洋的 一点都不像一只老虎 有人说 他大概是太孤单了 如果有一个伴啊 或许会好一点 于是政府又透过外交途径 从哥伦比亚 借来了一只母老虎跟他作伴 结果还是老样子 直到有一天呢 有一位专门研究动物的学者 到森林公园参观 他看到这只美洲虎 这么懒洋洋的样子 就对管理员说 老虎是森林之王 在他所生活的环境里 不能啊 只放进一群 整天只会吃草 而不会猎杀的草食动物 这么大的一片虎原 即使不放进几只狼 至少也可以放进两只豹 或是虚狗 否则啊 美洲虎无论如何 也不会提起精神的啦 管理员听从了动物行家的意见 不久啊 就从别的动物园 引进了几只美洲豹 放进虎原 哇 这一招果然奏效啊 自从那美洲豹进了虎原 这只老虎就再也躺不住了 它每天不是站在高高的山顶 愤怒的咆哮 就是常常呢 在丛林里奔跑 或是在边缘地带呢 警戒的到处巡视 再也不是那懒洋洋的样子了 有时候你会不会也觉得啊 太过安逸的生活 容易使你的斗志消沉 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和动力呢 有时候出现的一些困难挑战 是不是也可以带给你一些思想上的刺激 让你重新思考 努力地尝试学习 让你有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呢 在圣经当中 有这么一句经文说 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每当我遇见困难 或是遇见一些挫折 或是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怎么不如我预期 或是呢 遇到一些 会让我受伤的一些人事物 上帝就透过这一句话来提醒我 踏实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我这个人呢 可以得到益处 所以在患难当中 在困难挑战当中 上帝仍然可以帮助我们 去胜过挑战 去经验这个困难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的生命好像重新地 活了过来 我们有新的看见 我们的生命也被扩张了 我们有更多的能力 被挖掘出来 被培养出来 亲爱的朋友 最近的你生活过得如何呢 欢迎你跟天天分享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地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胜 我必能得胜 我能胜过这世界 应有耶稣在我心 黑暗全是地破碎 因耶稣基督保险 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 还有谁能抵挡我 我心相信 我必能得胜 哈利路亚 高居住的圣经记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哈利路亚 心记住大能教会 为主发光 照亮黑暗的世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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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